大家好,我是下眼如花妖戏四伞店的小闪 今天给小伙伴们讲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还原当年真实的故事情节,画面尖锐震撼 一起来看这部电影吧,中文列车大结案 电影开始,熙熙然然的人群挤满了北京火车站站台 一辆由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扇 国际商人导爷带着各种各样的商品到俄罗斯进行倒卖 不幸的是一群歹徒看中了这块大饼 在列车上进行有组织的团伙作案 这样的事件严重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 为了捍卫改革开放的成果 保证中外旅客的安全坚决一举断掉这群恶势力 公安部门派出以向哥为首的专案小组附儿 与俄罗斯警方联手侦查此案 乘坐国际列车深入了解情况 他的驻守门乘飞机去玩莫斯科 在列车上,向哥与列车长了解情况 与此同时,劫匪也在锦罗密鼓的筹备中 车上的乘客却全然不知 镜头一转,向哥在车厢内 与艺术家卷饭妹共进晚餐 聊天中得知卷饭妹不愿坐飞机的原因 是希望在火车上有奇遇寻求刺激 那么他坐的这趟火车绝对会让他终身浪漫 列车驶入俄罗斯境内 人们把商品挂在窗口,到下一站后 列车就成了流动商场 老爷个个都满得不亦乐乎 甚至把自己身上所穿的衣服都卖关了 个个收入不菲 夜幕降临,匪徒出动了 他们抢了一个又一个的车厢 抢了大量的钱财 还将刚刚洗完澡的卷饭妹 带到车厢里进行文件 项哥发现情况不对 出来查看 与绝匪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打斗 最终寡不敌众 匪徒们将他从车窗推下 差点被死来的火车撞死 项哥实力逃生 助手们至时也到达莫斯科 项哥在我国驻儿大使馆的协助下 联系上了儿警 儿警方派出女警官莎莎与中方合作 他对中国人颇有成见 所以不怎么待见项哥他们一行人 但项哥和助手们不畏艰难 小方设法查找犯罪分子的线索 他们先找到在火车上遇到的大饼哥 向他了解情况 不料恰好有同行来找他们麻烦 项哥劝戒无效 一言不合便开打 镜头来到警局 项哥他们正在加班加点营救案情 了解到四海之家的老板叫大哥大 旅馆是导演们的服务点 他们通过明朝案反深入旅馆进行调查 他们努力的工作态度 使案情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令莎莎对他们刮目相看 并爱上了项哥 但项哥对前妻仍有感情 没有准备好爱上别人 结果拒绝了他 这天 劫匪又一次出动 这次的目标不是火车 而是四海之家 他们趁一夜黑风高之时 洗劫了大部分的旅客 并狠下毒手杀死了大饼哥 但是他们还是不满足 踢开了麻将馆的门 请那些赌徒吃麻将 其中一人还推开了卷发妹房门 再次霸占了他 不一会儿 警察赶来发现现场一片拦极 项哥他们也来查探情况 简发妹说不确定 劫匪是不是火车上同一班人 并特别强调他们并没有碰他 与此同时 大哥大也非常生气 命令手下去查是谁干的 竟然连他的地盘都敢动 他也在帮助警方查案 这天项哥他们来到赌场 目的是为了守株待兔 他们认为劫匪很有可能会来 这时突然接到线报 之前一直监视的人那边有情况 所以相哥命小部分人原地待命 其他人跟他们一同前去 可是路上他们接到线报 劫匪可能是去赌场 所以他们立即返回 与此同时 劫匪就向应约而来 对赌场进行洗劫 而在赌场待命的警察 也与劫匪混战在一起 混乱中警察抓到一名歹徒 劫匪大胖姐二话不说 一枪击中同伙腿部 趁警察不注意给了他一枪 随即就走同伙 这时相哥他们终于赶到 劫匪头目也来了 一阵刀枪火转 劫匪逃走 警察正要追赶 但车都被劫匪头目 扎破了轮子 劫匪在逃跑的路上 大哥大带着手下 飞车追击至一处烂尾楼 大哥大在劫匪的烟雾弹中 举枪追击 画面一转 帅哥劫匪拿着枪指着卷发妹 问卷发妹你快乐吗 卷发妹终于见到 那个让他愈生愈死的人 最终 劫匪帅哥给了卷发妹一枪 但只是打在脚上 向哥与莎莎赶来时 劫匪已经离开 向哥找到卷发妹 卷发妹给他们指了 劫匪的方向 向哥一下追去 却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大哥大 大哥大托向哥 照顾他的家人 便杀手离世 最后的线索也断了 这时卷发妹说 记得劫匪的车牌号码 向哥兴奋的亲了卷发妹一口 莎莎心里那是相当嫉妒呀 警察根据车牌号码 找到了劫匪的残身之处 一番激烈的警匪战就开始了 最终劫匪头目被火车撞死 大叛姐失声痛哭 其他劫匪也纷纷落晚 这辆特别的火车 也重新成为跨国的安全干线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关注闪电电影解说 轻松看电影